在這裏和大家分享一篇 就是一個與國際形勢有關的文章 有發表在《香港珠寶》 作者就是《獨孤凡》 題目就是 現在我們知道中美競爭是國際事件中 最重要的一件事 現在美國本身疫情嚴重 七百多萬人已經感染 而且死了二十多萬人 因此 大總統非常有需要 轉移國民的注意力 最好的主言對象 當然是競爭對手中國 另外加上這一輪 他處處那樣 很多事情發生 看樣子就是這樣發生 他的民調沒有因此而下降 我相信這對他來說 繼續打中國牌 將會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在印度那邊 我們知道現在中印邊境 一直很緊張 雖然雙方的高層已經同意 大家在現在摩擦 大家撤兵 但印度一直以來 心心不粉 印度就看著中國 希望可以 比中國強勁 但很好吃 中國就看著全世界 對印度完全沒有興趣 印度現在覺得 既然中美這麼大的競爭 因此它就有機可乘 而加上美國就刻意地挑撥 中印之間 和台灣想想兩邊夾攻中國 想中國應對北下 兩邊 一邊在西邊 在印度那邊 一邊在東邊 台灣那邊 搞到中國 就想著 你們的軍隊當然不行 兩邊都受軍事威脅 所以現在 在美國那邊 就頻頻動作 有這個 又訪問台灣 那個又訪問台灣 現在還說到 可能派兵 去探訪台灣 這件事是非常非常危險的 如果美國真的這樣做的話 和平統一的機會 可能會突然變得很小 我希望台灣那邊 你不要計錯這個算盤 中國可以怎樣做呢 在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 警告警告再警告 是沒有用的 而對中國來說 武統台灣 並不是一個好選擇 因為其實中國 沒有興趣 那些地仔 最重要是愛的人 愛那個國家 所以希望盡可能和平統一 我絕對贊成 是盡可能採取和平統一的路線 因此在這種情況之下 很可能 既然東邊有事 那又為藝狗照 打西邊 為什麼呢 沒事 殺雞儆猴 告訴你 不要亂來 我這邊打到他殘殺為止 反正他一直都搞搞貢 一次過收拾一下他 讓他有一段時間 不敢再動 可以在西邊 穩定一輪 而東邊 可以告訴台灣 你不要亂來 我對邊界 守得很緊 對土地守得很緊 你如果要動的話 我就打到你飛起 好像印度 讓我打到飛起 那中國有沒有能力 打到印度飛起 我覺得 有很多能力 中國自從成立之後 基本上打過的大仗 就是兩場 一個就是 他叫做 援朝 抗美 幫助 打過 韓戰 一個就是幫助 越南打過越戰 大家知道這兩場戰爭 主導的國家就是 美國 兩場戰爭 美國都被人打到 夾著美巴走 後面有共產黨的解放軍 他們打不過 結果 很明顯地 在朝鮮半島 就畫了一條線 朝鮮 南韓分界 到現在還在分界 他們一樣在說 和平統一 希望可以統一 另外這邊越南 不用問了 打到美軍 落方而逃 至於一個小一點的戰爭 有兩場小一點的戰爭 一場是和越南打的 又打到越南 關卡叫 另一場是和印度打的 打到印度就關卡叫 所以印度心裡很不信氣 我也是大國 我又有這麼多人 我隨時人口多過你 我又年輕年碰過你 平均年齡 我們年輕年 沒理由不夠你打 但偏偏上一次打到飛氣 今次現在再打的話 更加打到飛氣 為什麼呢 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前 其實印度的國民生產總值 是比中國稍高的 但到了今天 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 比起印度大約五倍 為什麼呢 中國在近幾十年發展得很快 當然 初初一段時間 中國集中發展經濟 但近十多年左右 我們看到中國的軍事力量 趙然提升 殲二十 自己弄的飛機 買了一架 被人拆散了的 遼寧號回來 現在叫做遼寧 製造了之後 再製造一架山東號出來 趙抄 而在印度那邊 他們弄自己的航母 弄了二十多年 現在還未能 中國 現在只有兩手 第三手在弄 隨時可以下水 最多一年至兩年之間 就可以服役 在軍事上 印度完全沒有跟中國打 當然 印度有核武國家 中國也有核武國家 所以這兩個核武國家 不應該是打仗的 但如果在中國來說 被美國這樣夾的話 兩害選其輕 那選誰呢 當然是打印度 第一,不是自己人 印度來的 不是中國人 打印度 第二,殺根幾球 反正你不要亂來 這個形勢非常危險 我覺得這個危險程度 就會在大選之前 美國大選之前 是去到最高 然後 危險程度會下降 因為當選舉一定之後 我們要看形勢 如果兩個總統候選人 其中一個贏了 另外輸了 肯認輸的話 這樣世界的危險程度 就可以 掉下去了 沒有什麼危險可以 剛剛做總統 沒事 如果兩邊 相差很少 對雙方都不承認 對方的勝利的話 美國很可能出現內戰 非常可能 如果出現內戰的話 美國應接不下 亦都沒有時間 去應付 中國這一邊 中國可以休息一休息 所以 如果有危險的話 這個危險應該在 11月之前發生 那麼現在 九月底 還有一個月 一個月 作軍事調動 是不夠的 所以 我覺得 今次 可以一大步爛過 應該沒有什麼事 所以我覺得 現在 雖然 危險程度 是在上升 但是 我覺得這個危險程度 不去到 是屬於 我們需要恐慌的程度 繼續去競爭 希望印度 真的不要打錯這個算盤 它的算盤 我相信是很重要 因為第一 它內部 疫情非常嚴重 它現在成為世界第二多確診的國家 已經超過六百萬人 受到感染 死亡那邊 將近九萬幾人 這是一個非常之 嚴重的錯誤 但是 看樣子 現在公佈了數字 來實際數字 可能相差非常遠 因為 第一 印度 各個邦 之間 就不是 完全是一個國家 很多個邦 聚在一起 所以每個邦 報出的數字 大家都不知道真 還是假 這是第一 第二 印度的衛生條件 比起其他國家 仍然有一段距離追 所以他們的衛生條件差 感染程度也非常之大 另外貧窮人口也多 所以他那邊實際上的感染程度 我們真的沒有人知道 現在報報是六百多萬人 但實際是多少 沒有人知道 在這方面 現在莫迪是需要 是 扔這盒出來 趁 美國大總統 說這是中國的盒 乘機 跟著這條路走 因此是在邊界搞搞共 因為 一樣 跟美國一樣 要 將自己國民的注意力 引導去另一個方向 這個對印度來說 絕對不是好事 但是對莫迪 保持他的統治能力 保持他的位置 非常重要 所以在印度這邊 他隨時打錯這個算盤 當然還有其他的因素 比如中國支持巴基斯坦 印度和巴基斯坦是世仇 其實他們兩個是沒有利害仇人 只是英國人走之前 留下一匹屎給他們 這匹屎是搞了他們兩個 本來在殖民地時代 在巴基斯坦的回教徒 這段時間是損傷非常慘重的 這是歷史的 因此 我覺得 未來的一個月 將會是世界和平 最危險的一個月 這段時間過得到的話 我們就會有一段時間的和平 而中國 要繼續崛起 現在 前路慢慢 在臨門一腳 是最辛苦的 所以這段時間 只要中國人更加團結 去充斥 而今次的疫情 正好 給一個大理由 給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 更加團結 所以 這個歷史 我相信中華民族復興之日可待 用這段說話 預祝中國七十一年國慶 祝中國可以國泰文安和平